你有跟海豚游泳過嗎 像在台灣或在國外 我們都頂多就是坐在船上 然後看著海豚游泳 可是帛琉它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行程 它就是可以讓你下海 然後去跟海豚游泳 那我就會依照它的需求 去幫它排這樣子的頂隊 我們真的還是必須要有獨特性 跟市面上一樣的東西 慢慢到後來就只會留位近將 我想要跳脫到另外一個高度 因為我相信就是人在不斷地往上爬的之後 往下看的風景會更漂亮 很幸運我們是在疫情前成立的 對就是在2018年成立 雖然疫情的時間有差不多快三年 但是就是因為客人其實也相信我們 所以我們的金門團啊馬祖團啊 也都是順利出發然後順利回來 我以前是做Showgirl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第一個老闆 他就是覺得我很不錯 所以我等於是從大學的時候 我就開始進了旅遊業 那這樣下來其實也快二十年了 很多人都覺得我好像看起來還滿年輕的 但其實我在旅遊業的經歷是非常的長 我們創辦人他本業是屬於文教業 所以他對旅遊有憧憬有理想 可是他不知道要怎麼實現 那因為我從業就已經快二十年了 所以我懂得怎麼去實現他的理想 再加上因為他的政商人脈 所以我們擁有了既有的客群 然後又擁有了旅遊的專業 所以我們兩個加在一起是一加一大於二 人生到了一個階段應該是要往上跳 所以我們聊了許久 我們發現其實理念還滿合的 後來就是在這幾年 我就決定要跟他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具象旅遊亞威國際旅行社 它是屬於甲種的旅行社 我們主打的是我們可以客製化 不用跟市面上的旅行社的行程相同 人為什麼會選擇參加一個制式的團 就是他們希望要便宜 但是東西又要好 但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當你想要要求什麼樣的品質 我們就必須要維持在那樣的價位 我們維持品質才是最好的回憶 因為回憶是無價的 所以這才是我們為什麼不做低價的促銷的關係 我有一組客人 他跟我的需求就是說 他想要讓他小孩子住在動物園裡 我說巴厘島 因為巴厘島它有一個動物園 它裡面的確是有專屬的一個飯店 它的早餐的餐廳 四周都是玻璃圍幕 然後就是你們進去裡面吃早餐之後 獅子是可以看著你吃的 我覺得對很愛小朋友的家長來說 還有很喜歡動物的小朋友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難忘的回憶 我們雖然沒有比別人便宜 但只要是我們的質感好 內容好 那當然就是客人參加過一次之後 回頭率就會很高 客人的肯定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你必須本身也熱愛旅遊 因為我相信一個熱愛旅遊的人 他本身的創造力就會是不斷的 他比較不同於就是一般文書頁 然後第二項當然就是要懂的就是用話語 來帶動客人有一個畫面 用講的方式讓客人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然後第三項我非常非常要求的是 我不喜歡跟做市面上一樣的行程 我喜歡依照客人的需求 然後我來判斷就是怎樣的行程適合你 那怎樣的領隊適合你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我一直都很幸運 就是我的人生道路中一直都有貴人 我想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不斷去學習東西的人 我一直很希望具象旅遊能打造出一個平台 是讓人覺得很專業 然後很特別的一個旅遊品牌 我希望我們的人生就是走在正向跟保持善良 然後勇敢的往夢想前進 作詞 劇者 中文分 中文分 廣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